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纽约记者站报道 纽约爱国侨领大骂中领馆总领事,众人叫好 傀儡的中领馆总领事,黄平,我们绝对不怕他,有机会送他到监狱里面 中国的贪官现任的时候都是很牛逼,他到监狱里面什么都不是 有机会送他到监狱里面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自称爱国侨领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名誉主席陈学端 3月18日,在法拉盛军豪大酒楼举办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双包主席刘爱华的连任就职典礼上 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陈学端站在台上,当众大骂纽约中领馆总领事黄平 说黄平是傀儡,贪官绝对有这个机会进监狱,并要求媒体把他的话传播出去 陈学端的话获得热烈响应,台上台下拍手叫好 现场视频被公开到YouTube,标题为爱国爱乡也爱中国 福建侨团正义发声福建同乡会名誉主席陈学端 在82届主席刘爱华连任就职晚会上肺腑之言 字幕还配以中文、英文、韩文三种语言 典礼上,陈学端与刘爱华以及其他三名成员站在台上 陈学端拿着麦克风对着下面的人大声说 刘爱华主席现在被人打压,被谁打压?被中领馆打压 傀儡的中领馆的总领事,我们绝对不怕他 中国的贪官现任的时候都是很牛逼 他到监狱里面什么都不是 有机会送他到监狱里面 我们跟中领馆不一样,他打压我们敏及社团 不管他打压,我们爱国,我们永远还是爱国 黄平这个总领事是傀儡的总领事 他在位的时候都是高高在上 在监狱的时候才叫抱着哭 黄平绝对有这个机会 到监狱的时候才叫抱着哭 我好讨厌中国这种贪官 黄平一直在打压我 这种领事做总领事 真正的就是傀儡的领事 我反对贪官污吏 贪官的人他已经收到什么好处 黄平现在都是跟纽约诈骗的首领捆在一起 明天所有的新闻帮我传播出去 谢谢大家,让人家知道黄平是什么人 福建同乡会一向被认为是亲共侨团 受中领馆控制 但现在却出现惊人的反转 而且出现这惊人的反转时 台上台下都非常赞同 热烈鼓掌,大声叫好 反了,反了 一位驻唐人街的福建乡亲陈先生 看了视频后说 真是大快人心 这件事震惊全世界 福建乡亲应出来一起倒戈 结束中领馆,控制海外侨团 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闹双包 黄平支持该会另一个主席陈恒 3月16日黄平出席 陈恒在法拉盛军豪大酒楼举办的 该会成立82周年会庆 而陈学端支持的主席刘爱华 3月18日在同一地点也举办会庆 即职员就职典礼 但黄平没有出现 福建人 乡亲都应该出来倒戈一击 驻唐人街的福建陈先生 看到视频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这是震惊全世界 福建乡亲都应该一起出来 倒戈一击 结束中领馆控制海外侨团 是结束中领馆控制海外侨团 让他们充当中共间谍的时候了 陈先生说 作为福建乡亲 他非常清楚中领馆怎么利用亲共侨领 控制福建乡亲们的 福建乡亲应该把这些事都抖出来 斩断中共魔爪 结束中领馆控制迫害福建乡亲的时候到了 他说 中领馆每次利用这批侨领出钱出力 在美国攻击法轮功 正臂作假 渗透美国 残害真正应该得到政治庇护的人 让真正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永远回不了中国的家 陈先生还揭露 中领馆对于获得政治庇护者来办护照或办事 要求他们写悔过书 拒结书 要他们承认政治庇护是假的 是为了办身份而欺骗美国政府的 他们在中国没有受到迫害 这样才发护照给他们 才让他们可以回国 如果不写悔过书 这个人就办不了护照 一位网友看到视频后表示 这个视频大快人心 说明中共穷途陌路 气数已尽 连亲共侨团都开始倒戈了 相信未来中共内部将出现更多倒戈的事件 人人起来造共产党的反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观看